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3月25号星期六 英国要向乌克兰提供皮肉弹 然后普京就指责说你这用了核武器了 英国就说你普京上纲上线 说这都不能算核武器 皮肉弹我们看了一下 基本上我觉得它还是应该属于核武器的范畴 但到现在从国际上来讲 不认为它是核武器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皮肉弹主要的使用国 就是美国和北约 所以在美国和北约主要之下 这暂时还不算核武器 但如果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用的话 这早就算核武器了 怎么回事 先是英国赴光大臣安纳贝尔格尔登 先承认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的皮肉弹 然后普京就警告 如果西方开始使用的带有核成分武器的话 那么俄罗斯将被迫做出相应的回应 普京说 说看来西方真的要与俄罗斯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为止了 说这看来不是说说的 这真的体现在行动上 这个东西说实话 我觉得普京不让英国在乌克兰的领土上用这皮肉弹 其实也是为乌克兰好 还有点就是普京真的就是说对乌克兰有感情 而是觉得乌克兰这是我们的土地 当自己家的地方 那我为什么说 我说它基本上其实应该属于核武器 这样核武器它有它的规定 规定是什么 有这么几种 第一个战略核武器 可以对重点城市小型国家造成有效打击 这就不用说 这肯定是 第二种战术核武器 就可以对一些大型的这种舰艇航母舰 还有一些兵工厂等重要单位造成有效打击 这种战术性的就小一点的 小当量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其他非战略或战术核武器 但是这种武器 它利用了核材料的专有性质 具有放射性 实用时有明确的这种放射性的危害 但只能对更小的单位造成恶劣影响或有效打击 就是说伤害不是很大 但是有这种放射性 这个实际上也要算成是核武器 现在不算 就是主要的游移 这个贫油弹 主要是美国及北约的在使用 所以展示先不算 这个贫油 拿这个贫油来制弹 是为什么 说有一部分都来自核电站和核潜艇反应堆当中 用掉了这种油的二三五后的这种核废料 它主要就是说核电厂 还有像美国他们的核潜艇 用了那核废料 拿那核废料正好来做这东西 做这个东西对美国和北约来讲就特别好 为什么 一举三得 第一个把一些就是说不好处理的核废料 就算这个就处理掉了 这样费油利用 要不然这东西还得想办法处理 另外一个就是说 由于加了这种东西之后 弹药的这种作战效能特别好 这个是事实 的确有帮助 当然这个为什么 这贫油弹能够对这个带来什么好处 这网上有详细的 你可以去看 我就不详细讲了 这个咱也不是一个军事频道 对不对 反正第三种 可以节约一些稀有金属 说如果不用这个贫油的话 要想达到同样的效果 就用一些稀有的一些金属 才能达到 那用这个的话 就是说把一举三德 把这三个都得了 废物利用了 然后又节约了稀有金属 然后又有特别良好的作战性能 所以美国和北约这些 就是说融合的国家 有核电站 有什么核潜艇的这些国家 就特别喜欢的 用这种贫油弹 用的比较多 联合国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只要是中国和俄罗斯在用 联合国早就开始下决议 就谴责了 对不对 但是由于是美国和北约在用 就没办法 那联合国 但是联合国的民主党的副发言人 法尔汉 哈克也说 说就关于这次英国要向乌克兰提供 这贫油弹 他也说 他说多年来 联合国对任何这种贫油武器的使用 都一直在表达这种关切 因为这样造成的严重了后果 他说我们已经通过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 明确表示 对任何情况下 在任何地点使用贫油武器 我们都表示关切 就是这个 因为他这个到最后都多少年都要造成这个巨大的这种影响 当然了 这个东西 咱们别说这个普京害怕 联合国害怕 乌克兰也害怕 连乌克兰也害怕 乌克兰的基辅独立报 3月21号 援引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报告称 说贫油颗粒如果被摄入或者吸入的话 将严重危险的人体健康 但是这个东西 它又很容易就是说 这个进入这个水呀 和土壤当中去 那很容易就被人就摄入和这个吸入了 那么如果这个用出来的话 那乌克兰可能面临的贫油带来的环境危害 贫油的化学毒性可能比其放射性造成更大的危害 将贫油弹输动到乌克兰 对乌克兰人民的没有好处 只会增加卷入这场战争的乌克兰贫民的长期的苦难 因为后面的话 这个苦难更深远 这个贫油的半衰期 比这个油的更长 达到了45亿年 反正你活着的时候 它就一直都有危害 它的这个东西 可以长期的破坏环境和人类的这种食物链 所以这东西 美国物教大陆的文件 美军在伊拉克和科威特 总共使用了394万枚 直径为30毫米的贫油弹 和1.4万枚 直径大于30毫米的贫油弹 那贫油物质总重量 达到了315吨 这是在原先在伊拉克和科威特使用的 那后来对伊拉克和科威特造成了 这种持续性的长久的这种伤害 这个在伊拉克 巴什拉的萨达姆侯赛因医院的种族学家 55岁的阿里 经过对当地31336名患白蟹病 鲁腺癌 淋巴癌 肺癌等绝症病人的调查发现 病人均分布在城市以西的农业区 都曾经是海湾战斗主战场 并受到的美国评论的攻击 阿里说 我岳父家近几年 一共有6个人患了癌症 他们过去绝对没有这些疾病的遗传史 在巴什拉的费洛拉和法纳地区 测到的放射性强度 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值的84倍 在伊拉克很多地方 近年来 癌症等基因病发病率都大幅攀升 根据伊拉克官方记录 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前 伊拉克人患癌症的比例是 每10万人中有40个人 这其实都不低了 这就够高了 到了1995年 升高到每10万人当中有800人 人下翻了20倍 到了2005年 每10万人当中有1600人 并且还在持续上升 因为这东西它半身息非常长 它会长期存在 然后当然它这种贫瘤 没有油的放射性 腐质性 化验性 毒性那么强 毒性比较弱 但是这东西它主要是什么 它是长期接触之后 才会长期暴露在下部之后 才会长成反应 所以需要5年 10年 从海湾症到一旦可能20年了 我们前两天 刚刚说伊拉克战争20周年 所以它是一点点的 在伤害在一点点的出来 在早期的时候 他们认为没有伤害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 看来还是不行 塞尔维亚急救中心 北约在塞尔维亚也用过贫药弹 急救中心临床部门的主任 格鲁伊契奇 他说 作为临床医生 我注意到老年人多发的肿瘤 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年轻人身上 而且多半都转化为恶性肿瘤 他说美国人和北约人都很明白 留下这么多有毒的物体 究竟为了什么 他说他们就是仇恨我们 这就是对我们进行的种族灭绝 据传言 说伊拉克很多的这些村庄 生下小孩 有很多小孩就是这种畸形 网上有很多的照片 但是看起来真的引起生理上的这种不适 所以我就不给你去展示了 如果你想挑战一下极限的话 你就打开Google 用Google就行 打开Google 然后你就搜瓶油蛋 空格 然后伊拉克 我觉得应该 或者然后新生儿 反正你就是什么 瓶油蛋 空格 伊拉克 空格 新生儿 应该差不多了 就这三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然后打一下回车 然后你在里边看看 他有图片的 有有新闻报道的 都有说 你看看图片 生下的都畸形怪状 跟怪物一样 没有鼻子 小孩没有鼻子 鼻子这是平的 完全没有 就没有这东西 没有鼻子的 没有热 没有钠的 反正就是稀奇国外的 就是这种放射性物质 它就是核废料辐射 核废料 它这种辐射性 相当量低一些 但是时间长了 它也不行 它主要是时间太长 知道吧 它在那 它半生期四十五一年 它没了 它一直在那儿待着 知道吧 它一直在对你进行辐射 所以这个 好吧 美国是不承认 美国国家道路发言人 坎贝尔说 说平油弹 它承认的是有放射性 它也没有回弹到了 就是说彻底说 没有放射性 它说这东西是有放射性 但这个放射性很微弱 它都是属于这种 就是说肺料 放射性很微弱 对人体没有直接危害 没有证据表明 平油弹 你癌症有直接关系 这种武器 不会对健康和环境 构成威胁 这是美国方面的说法 但是美国军方 为海湾战争 就是说刚一结束 汴江曾经暴露在 平油弹射程范围内的 美国坦克 立即送入了 位于美国南海罗拉那州 巴恩维尔的核废料 存储库去封存 而且北约在科索沃 使用平油弹的时候 英国国防部 向英国士兵下达命令 要求任何接近 受到平油弹打击的目标 都必须穿防射性的防护服 所以这问题就在这了 给别人弄的时候 觉得这都没事 等到自己的时候还是非常小心的 所以 而且这种东西 他们从来都只用在这种非西方的这种国家 基本上在西方国家 就即使他们内部有问题的话 都尽量避免使用这种东西 因为还是那句话 这东西半山西 45亿年 用完了之后 扔在那土地里面 可能就是你知道吗 多少年 它持续不断的在有伤害 然后还有就是说 这个伤害它不明显 不是说像核武器是直接一把人打死了 它是慢慢的一点点的去影响孕妇的一些生理结构 然后生出一些畸形儿什么的 但是反正据说有一些伊达克村庄 就是说受这个辐射比较严重的这些村庄 就导致这个新生儿早死率畸形的特别多 慢慢这个村庄就不存在了 很多人就走了 不愿意在这待着了 然后就老生出怪物来 你知道吗 这个就跟那个 当年那个加夏马尔克斯 加夏马尔克斯写的百年孤独 不也是吗 他老生出带尾巴的 他们就不敢生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就跑了 跑了之后 然后又留下了生不出孩子来 或生出孩子都夭折 慢慢这个村庄就没有人了 就变成一个 你知道吗 就变成一个死城 跟死城一样 房子都还在 然后一个人都没有了 所以呢 我觉得 当然美国一直说 美国北约一直说没事 但是在这个伊达克啊 这个科威特啊 都二十年来呢 观察下来呢 他还是有他的这个危害的 所以我觉得呢 我希望吧 这个泽连斯基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真的 已经把乌克兰害得够惨了 这个东西不能再用了 这个东西是不能用在自己的国土上的 如果你还觉得这是你自己的国土的话 当然我觉得英国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说把这东西都用在了这个 俄罗斯占领的那四个州 敦泽斯和 你自己留着得了 你家待着吧 都给你 你站着 送给你 我不要了 他可能是有这种想法 那普京当然不要了 说你好像就受了两个 我们刚占了点土地 你给我扔你对这儿了 对不对 那普京当然不干 但我觉得 泽连斯基呢 咱看看吧 我觉得泽连斯基应该表示拒绝 就这东西我们不要 这东西我们不使用 因为我们不要 然后呢 不管你认为这个土地 你还能不能抢到回来 还是不是你的 但是呢 你做 你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还是作为乌克兰的总统 你不能够在你还认为的乌克兰的土地上 使用这种东西 明白吗 那至于这种东西 你往俄罗斯打了 那就行了 那你要看看了 那个俄罗斯可能认为 那俄罗斯可不管大哥 那你就相当于用了核武器了 你率先对我用核武器 咱们就试试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对不对 反正就现在这个情况 普京就已经说了 说你要是用这种含有这种放射性的 核废料的这种武器的话 那我就相当于 我就认为你开始率先使用核武器了 那么 但是泽连斯基可能觉得普京已经出来吓唬人了 就不需要他了 这样英国就不敢用这东西了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泽连斯基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你应该 你不能老躲在普京的后面这种事 就是你应该得自己站出来 就是说我们乌克兰不要 你能不能给点这种没有这种放射性物质的这种武器和弹药 我希望泽连斯基还能够就是说man up 好吧 那这些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